唐诗三百首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但时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国都已经被叛军攻破 只有山河还在 春天的长安城却长满荒凉而又浓密的草木 面对国家遭难的乱世 花儿也在流泪 与家人的争离死别连鸟儿都惊心 战乱持续很长时间了 家里依旧无音讯 一封珍贵的家姓可以抵得上万金 由于忧伤使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少 连簪子也插不上了 再读一遍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赶时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